狗是我在19年骑行的时候在那边捡来的 它的腰被车碾断了 然后导致后半身瘫痪 刚解到它的时候 它只有19斤 然后下半身全是血肉模糊的 马上就不行的样子 可能没有人管它 它可能就早就死了 然后我就是不忍心把它丢下 虽然我骑个自行车 但是我还是把它带着 然后去了很多地方 给它看病啊 给它治疗伤口抹药啊什么的 从那个内蒙带到了甘肃 又从甘肃带到了宁夏 进了新疆 又从新疆带去了西藏 然后又从西藏带去了云南 最后带回了家 然后现在它已经吃到30多斤了 白白胖胖的也没啥问题 因为它自己走路的话 拖着后半身 那个腿要反复的磨破磨伤 有一次看到外国人狗狗做的龙椅 我去网上找人家定制 给它做了一个龙椅 然后它戴上这个龙椅之后 就很开心就可以跑一跑